杜拜七星級返船酒店 全球最大購物中心 還有世界第一高哈里發塔 這些地標的背後投資者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王室 馬克圖姆家族出售 擴措出了名 現在卻疑似對香港卻步 杜拜王子阿里上個星期 臨時取消家族辦公室 在香港的開幕儀式 杜拜王子阿里三月底才喊出 要在香港開設家族辦公室 涉及資金打五億美元 卻臨時喊卡 彷彿在打臉港府日前這句話 阿里只簡單說明 因為私人集市取消開幕儀式 並延後到五月舉辦 港媒高度關注 正因為家族辦公室 有望替香港帶來巨額投資 家族辦公室是專門為富豪家族 提供投資和財富管理的私人公司 包括比爾蓋茲 馬斯克等富豪 都有家族辦公室 據統計家族辦公室 在全球管理的資金 高達六兆美元 甚至比全球避險基金還要多 香港瞄準亞洲富豪 近年推出稅務減免等便利措施 讓境內家族辦公室總數量 達到兩千七百零三家 但過去吸引家族辦公室的優勢 未來卻充滿不確定性 如今香港淪為一國一制 想打造亞洲家族辦公室樞紐 港辦國安法基本法二十三條 恐怕成為港府絆腳石 三天新聞 上日報道